这个DIV,DIV名称叫做MAPDIV 再来的话我需要给他做什么呢 做一个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 这个CS样式 那特别说这个CS样式的话 我刚刚是用的是特别注意就是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在 这个地方清真规则的时候 刚刚应该是选到ID ID的时候 跟这个地方ID的部分的话 你就选 他这个时候如果你里面有ID 为这个 因为我刚刚不是给他ID吗 他会自动在这个清单里面显示出来 然后底下特别注意 一定要用此文件 所以第1个 改一下ID 他自己会出现 因为我这边有个名称 第3个此文件 此文件意思就是说呢 他会放在我的 这个档案里面 放在一起 按一下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产生一个 这个 CS样式 这个CS样式主要做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这个CS样式的话 他这个框框不会出来 我们要必须做什么事情 特别说 打开之后 其实主要 设定几个地方就可以了 第1个 你们看一下那个方框 这个方框就是你这个框框要多大 那请各位大概给320 440左右 320440 那其他的部分应该都不用更动 用预设 等于是我们只是要给那个框框 如果你不给他框框的话 他无法显示出来 OK 大小的话 你自己可以 根据你要显示的画面 去做动态调整 宽度跟高度 好那其他的话我想 这个部分应该不用调整 其他主要是方框的地方 做个调整 那调整完之后呢 只有界面 等于是有框框 接下来要怎么样呢 把地图放进来 那地图要怎么怎么样 把它放进来 特别重要 因为这边有程式 已经写好了 因为这个部分 稍微复杂一些些 那请各位呢 可以开启 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能参考的 我看在在在这个地方上面应该也有 这边比较 你们可以开那个 Google map有个101的这个 Google map101这个 Google map101这个范例里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上方 有一有一段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里面 其实就是从 我先切到那个程式码 从 这一段 一样 JavaScript开头 18行 一直到下面 Scrib结束 把它怎么样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我们的 上方 有没有 哪里了 Head就是你贴过去的head上方 并且更改两个数字就可以了 这个数字 改经 经度 这个数字 改纬度 其他 暂时不要跟动 因为 他这个地方 里面的名称 我们都用 预设的 因为我们名称取一样 所以你直接把这一段 复制贴过去的话 就会看到 我们的那个 刚刚的那个结果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几个重点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第1个 这个名称 这地方一定要是一个 DIV 第2个就是 清真一个 CS样式 C C